藍綠現在公投的宣講都已經旗袍變成是藍綠對決,甚至藍衣涵做導國的工作 問題是齁 台灣其實在全世界經濟體排名是20到22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台灣在世界上不是一個很差的國家 我們20到22,但是還是可以繼續立身上游 所以希望說國民的水準可以越來越高 然後公共政策是要討論的 能源政策是要討論,還有這個產業政策 這個不是遊行可以解決的 市長民眾黨從良好兩壞變成到良好不定調良好 是不是因為有阿姨在黨有什麼理解 不是啦,我們後來我在裡面再講過 說這種題目不是純粹的投票,是要討論的 要討論啦,不管 其實是這樣 這個核四跟那個三階,就是那個藻礁 這兩個是互相矛盾 這兩個都夠或兩個都不夠 那不是很好笑嘛 所以人到真的要用愛發電嘛 所以這個是要討論的題目 我覺得目前訴諸這種仇恨動員 然後都是SNO 那都沒有一個討論的過程 這實在是不是國家,正常國家應該有的 我現在是任何台車